就是2023年的8月17日 星期四的下午就是2點鐘 我今天就是去廣州市的 黃花江72英雄革命 那個紀念館那裏去看一下 很有名的那裏是一段歷史 原稱是72烈市黃花江 那時候在生俠革命之前的 就是孫中山那個年代 現在我在中山路這邊 就是坐地鐵1號線去到東山口 在東山那裏再轉公交車 先去那裏 那個地方就用的時間不是很多 也很小 就不同昨天 昨天白雲山很大 走四五個小時都走不遠 那今天那些地方就不是很大的面積 所以就充足時間 那為什麼我這裏是上地截的呢 去農港鎖站 那一號線啊 它裏面有安檢的 地鐵最方便的 地鐵不塞車嘛 如果你坐公交車呢 就整天都是有那些這樣的交通燈 那樣 所以我也喜歡坐地鐵的 那仔細看 立即涼乎浹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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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浹浸浹空調 OK,很方便 如果用手機也可以,但我怕沒有電 我現在先放在下面 地鐵,左右兩邊都有地鐵 我剛剛要坐這班地鐵,它現在已經開走了 是向這個方向 那邊就是向南方大廈那邊 方村那邊的方向,我一般都是這個方向 天河那邊的方向 東邊 這個龍崗鎖 我大概坐兩個站 兩個站很快 等一等 這個最早期的廣州地鐵 一號線 這個地鐵到了 我剛剛要上這列地鐵 等了不夠五分鐘 大概 停定才可以走上去 歡迎光臨,南港首站 現在留些人 哇,很多人 真的 先等人先下了 下了之後我再上去 這條線很繁忙 這條線 我已經下了站了 現在很多人 這兩小時 可能很多人都是上班時間 所以坐到 現在上地面 下面 地鐵 東山站 兩個站 很快 到了 這條線 就是出了 東山口 那邊 有一個電車總站 很熟悉 其實每一個城市 你去自由行 你要知道 哪個地方 坐車 坐地鐵 我們在廣州比較熟悉 所以 就閉上眼 都可以坐地鐵 而不怕盪塞路 那你出到外面的城市 其實現在有手機 導航 都是不會盪塞路的 不同 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的網絡不先進 那就是 你會問路人 甚至要買一些這樣的 城市地圖 現在那些 廣州地圖 可能都有人賣 但好少人賣 除非你上了一年多 不清楚 不懂看手機 就有廣州地圖賣 現在很多 你開車 去哪裏都是 導航 一輸入 哪個地方 OK啦 比如說去北京 那時候 一輸入北京 兩個字 那你就 開車 就帶你去 怎樣 經港線 今早上下雨 現在沒有下雨 天還是陰的 但你走進間 你都會 有少少 有少少 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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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尺 本來我瘦人 是不會說 出行的 其實是 上面頭很猛 只不過是 有些雲塵 遮擋住 我看看 走路 還是坐公交車 我想要坐公交車 還是一個站 我現在找了公交車站 112號 112號 不整 這是黃發江的 我在濕濕下路 1 2 3 坐3個站 3個站 好 慢慢等 等112 那裡有個廣東 藥科大學 在藥科大學 這是濕濕下路 現在我上了112的公交車 看看有多少位 大多位坐 好酸 空調又夠靚 爽 所以反而地鐵多人坐 地鐵很好製用 這些公交車也不製用 我快時走 走可能要半個小時 我坐公交車去沙漠站 廣州市 這個水是老城區 你隨便出去那裡玩 那些城市 現在大同小異 千邊一律 都是這樣 上路了 執訊中學 廣州市很有名氣 如果是廣州市人 都知道這間 這個直去廣州動物園 這個直去廣州動物園 王八江 就是在這裏 王八江 就是在這裏 這裏是歐莊 最早的樓交 就是在環樹路那裏 這件事就是 在這裏生活的人都知道 這些路名 最熟悉的 以前等於是陽板路 這個歐莊 這裏是歐莊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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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文燈館 這裏 都是在左邊 這個站下車 這個站 這裏 歐莊 這裏 今天天氣又不太曬 算是出行也好 就是悶熱一點 準備下車了 這裏 這裏 我就是坐這部電車過來的 好 我先看看 黃花江應該是向後走的 黃花江那邊 我已經是到黃花江了 那裏 武器長傳 那裏 我先進去 看這裏 門票 要不要買門票 要不要買門票 要買門票 我都要買門票 但看樣子好像不用 因為這個黃花江 這個七十二烈士 其實是很大的 好 拿來 不用買票 好 好 這裏 同樣 我也是 很久 沒有進來的 這個地方 所以 很有異性 這個 很有名 這個黃花江這邊 一百年前 那些英雄 是清朝的時候起義 正式是革命先驅 所以這些從事很清禄 很寧靜 要走到裡面那邊 要慢慢走到那裡就看到 因為我很長 已經很久沒來過 所以印象中 這次我認真去看一看 做一個紀錄 一個日記 一個紀錄 一以往你進來 都是純粹是左望右望 沒有什麼記在心裡 而且又是現代九遠 現在是一個進來的 有現在的這些手記錄像 應該很好地去拍一拍它 我已經走在這裡 這是一個說明的 這裡建於1921年 《鮮烈門的革命精神》 《愛國精神代代相傳》 好 現在我印象之中 究竟黃瓜江這個 烈士墓究竟有多大 我今天就一探究竟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 有一個水池 是1921年 這裡建的 八幾年歷史 二都 非常之大 不是近… 不是這幾十年建的東西 所以… 不同的 好… 來看一下 好… 都是一些… 當是古蹟吧 這地方 一個噴水的地方 噴水的地方 噴水地方 好… 然後呢 就去一下這裡 好了,這棵樹有很大棵,有百多年歷史 真的,民國九年春,民國九年的時候圍著這棵樹 這個廣州是古樹的,世葉蓉 這棵樹要是見證了很多歷史 都很大,所以說現在舊地重遊 你可能又會加深了,對這個和家綱 這個七十二英雄烈士更加有一定的認識 這棵樹的專程是來這裡參觀的那種心態 這些,我慢慢走 這裡沒有百萬山這麼大,輕鬆很多 就不用說說時間 從你走完這個七十二烈士墓之後 我還會去其他風景的地方去看一看 這個,這個 噴是二烈士墓,這裡 有一個這個 都很大 這裡有一個國際江湖,新建的地方 有一個國際歌小節 這個是文國時期建的地方 大家看一看 72烈士之帽 好厲害 我先走一走 這裡還有這麼多地方 這裡有一個墓碑 黑了名字 我先看這裡 上面有一個自由女神 美國紐約都有自由女神 這裡有一個 自由 這裡有一個標誌 就是國民黨的廢章 太陽 看到嗎 什麼地方 這裡有一個國民黨 都問過時期的一件事 這個標誌是免壞鮮烈 所以我們要抱著一種敬畏之心 他們真的很勇敢 這裡寫著建於1921年的 浩氣長存 這裡有個墓 這個墓在這裡 就是這裡 上面 這個是主體 這個墓一進來 這個是主體 新的革命的時候 我看著 我看著 這裡有些字 這些字 看不看得清楚 它是用雕刻的 然後這裡有些字 就是有一種異議性 是1934年 黑紙 這塊星石碑是廣州現存最大的碑黑 高3米9 寬1米8幾 是1934年的 即是黑這個 黑這些字 是 目前為止最大的 那是什麼呢 看看下面 也有這麼大的 樹木又多了 我最喜歡這些樹木 很優靜的地方 這些 這些 好 我又走一走這條 這裡 哦 都幾大廈啊 這裡 我需要一個小亭 我先拿一個小亭 哦 哦 這些建築呢 就可能是這幾十年起的了 但是被人坐下咯 都好啊 我看一下這裡還有一個說明 這裡好像 說明 溫英提示 我原屬於國家級列士設施 國家級的紀念館 來的 很大很大 嗯 真的好有價值啊 這裡 我印象中以為很小 實在有這麼大的 這個黃花崗 烈士墓呢 都有這麼大的 啊 那 咦 好啊 哈哈 又可以面懷仙烈 又可以散步 而且呢 這裡的環境 又是 不錯的 這些 這些 綠樹成蔭啊 我是非常之喜歡這樣的環境 就是青山綠水啊 這些東西 所以 心情不錯 哈哈 那下午沒有雨呢 我先走 走一下 走一下 先走到這邊 這裡有個涼亭啊 在涼亭 今天星期四呢 不多人 所以走這裡是最好的 走一下 先走一下 這邊先 它的車子有點出熱頭 但是雲層很厚 先看看 這裡 那裡又是去哪裡 這裡出去 這裡 這個門口出去 我應該 我應該要走回頭 走回頭 先 這裡前面有個亭 有個亭 這裡都是古蹟來的 古蹟 處在 在樓市之中呢 一片安寧 很漂亮的 一個圓林 就是 魷魚格勢 你來這裡 好像忘記了 帆塵的酸蛙 有一種寧靜的感覺 很寧靜 很寧靜 我先在哪裡 先在那裡 先在那裡 那裡 那裡 我先在那裡 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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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在那裡 這個也很有特色的 這個庭園仔 很有特色的 這裡 我先在那裡 走過來 然後我再走到那裡 先在那裡 這樣就不用重複了 反正都是舊地重遊 以前都沒有這麼認真去看 看這個公園 有時候不是很懂事 都是新紋仔時期 在那裡當是走公園 但是今天是不同的 這裡還有一個噴泉 噴泉 噴泉 今天在那裡 這些建築風格不一樣 就是這些湖南 幾十年了 現在是一百多年了 因為現在是2023年 是一百年了 八年滄桑 寫每一個字 都是八年前 那些人 那些建築 很多人為這裡建築 就是這樣 人雖然不在這裡 但是他留下了 他們的貢獻 所以我們有時候去看這些文物 你自然又會想起這件事 歷史 當時建築這裡的那些 建築工人 現在都不在世上 但是他留下了精湛的手藝 就是今天我們能夠來這裡 是一種不同的感覺 這是新喜的 新喜的 新喜的 今天很多人都來這裡散步 鍛鍛鍊身體 這樣就不寂寞 這件事是不寂寞 可以在那裡 這棵樹 這也是老樹 我看看這個亭 先看看有沒有走過這個亭 這個 不錯 先走一走 這個位置 還沒走過這個亭 這個亭 好 先圍繞一圈 這個裏面是這樣的 這個建築 建築風格 這樣 即是圓拱形 這裡 這些東西 又有個亭仔 這些亭仔 被人在那裡喝茶 好 先走一走 還是很濕的 它兩邊都是 有一個這樣的噴水池 即是對 對角 就是 兩邊都是一樣的 走一走都挺舒服的 它現在不用爬山 這些路是平的 這些路是平的 不同的 白雲山 爬得很人氣喘喘 基本上它看起來很舒服 嗯 這片多綠 啊 這些草草地 比草原更綠色 但我們一樣有樹木 那些樹木看上去 特別好看些的 就看這個亭 亭又要看 看它建築是多少年 19 1926年建的 這個是1926年 啊 都將近21 也差不多半年了 嗯 將近一半年了 這些 是一個庭仔 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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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住宅區 在這裡住 在這裡住 它這裡是平常心態 就當作一個公園 其實是 陪伴著那些英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裡走的時候 始終是出航 就是那些 臨癡癡的 周身 下雨之後 它現在不下雨 反而 它那些水是蒸發出來的 就是 你說它涼又不像 熱又不像 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 我在這裡坐一坐 基本上 參觀完了這個 七十米烈士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找個地方坐一坐 先休息一下 然後去下一個地方 又是一個風景秀麗 一個 鹿湖 這個順順道可以去 坐公交車 在這裡嗎 這就是這樣 好